我们刚才谈到 将至阎魔王 随夜而受报 当然这个阎魔王 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在别的课有提到 这个玉切式地论里面 把他当作法王 他是一个菩萨 对于众生 如果不了解自己业果的 他会出现 他提醒你 你是因为这样业 要受什么报 那等你知道以后 你就会因为你的夜视力 我们讲夜海 那就会依你的阴眼 献出你该受报的 牛鬼蛇神都是你自己编的 牛鬼蛇神都是你编的 所以这个也都是 当然这个阎魔王 是以菩萨要接引众生 的一种慈悲 那自己之后 都是自己随夜而受报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夜报的报应 其实你要讲说 讲公平 其实这公平的用词 都还不容易去描述 因为这个本身并没有 掏任何东西不离开 如果从维世的立场 这维心所限 你有哪些材料 就限哪些东西 一分一好都不会增减 所以这里面了解这个道理 里面你会知道说 之前我们听到有一个团体 我最近在讲寒假期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活学团体 这个很多学生进来读 一个高初学的 他就跟我讲说 我觉得事情分配下来 我就应该把它做好 结果他在做的时候 旁边的组长就跟他讲说 赶快走啦 时间到了啦 要做哪 做得完 再过来 你这样做 以后的人做怎么办 这跟时间公事行好一样 这里面出现多少方便 你知道吗 如果就一般来讲 第一个 你光讲这句话 跟你的修行完全是背离的 第一个 你那个不失心也没有 还有 你所谓的修福修善的观念 很模糊 最重要的是 你不能引导后学 然后跟他讲不对 之间有问题 观念 之间 还有你所行的这种 都完全跟你原来的立场 慢慢背离掉 就是说 那你为何来 这曾经我也碰过 我们是来读书的 我们不是在做事 那我来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我如果要自己用功 我根本不用去来教书 对不对 我又不是在靠这个来吃饭的 当然大家就一份佛教的责任 菩萨的发心而已 谁要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我当院长一个月多少 八千块 八千块要负责什么 负责所有 每次都倒贴 电话费 因为我们怕 我们怕电话工的失魂在意外 所以电话费自己出 开车 有时候怕这个车拿去办事室 所以所有的保养 所有自己出 弄到这样 每次都亏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 我哪在乎这些呢 这是你的福吗 对不对 你怎么会去跟他计较这些 我就说你一开始这个东西就做了 那你要知道所有的业啊 完全每个薰修都在刹那之间就跟你有关了 所以这个有关是什么 点滴丝毫不爽 你要讲公平还有谁在判断 不是 他就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 那不是公不公平的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的现象 不是谁要把它倒成两边要平衡 没有平衡 没有平不平衡的问题 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的显现 那了解这个道理的人 他会讲我尽量尽其所有可能庄严我的身心 不是吗 因为那个业报都一定会如实显现出来 当然我会尽量来庄严我自己 我怎么会去跟他作对呢 那个跟你的福报作对嘛 跟你的修行作对嘛 这就到最后就混乱掉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不但自己损了自己的善业 也观念产生很大的偏差 所以有时候一个环境里面 这种观念必须要厘清 要建立一个佛法的正确观念 你才知道你为什么 你即使所做的都是在 你看是从外来讲 叫利益别人怎么样 其实大部分都是投射在你心里嘛 所有的都投射在你心里 他讲随业而受报 所以那个随业而受报是简单一个语词 我们现在比较容易知道就是 这个好的人三三道 坏的三二道 不是那个报是哪 报报细细微微一切出结识报 今生所做的 前生所做的 刹那之间 任何因言如实显现 包括前生感应死生 今生一以过去所造业 继续一以正心继续造作 这个造作和合过去的业力 现在就是现在这个你 一丝一毫不会空过 是这般真实 所以你会知道说 如何去守护你的每个念头 都最后谁审判你 袁罗王只是告诉你有这样善恶 不是他审判你 那因为不小心会判错 现在袁罗王也不会判错 袁罗王能不能 袁罗王是不是在决定你往来到 不是 因为袁罗王除非他是活 他能辨知一些众生无量解的习性 业力 或者的话如果他今天就你一世所做的事情来判断 那会判断错 两世三世一节两节 以你 就算以一大阿尔森其节 一个很大的量来判断你的善恶 都还会判断错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命是无死以来 所以袁罗王哪会判你的罪 袁罗王只是告诉你 就你现在最重的罪 挤发你的善心 或者的话 他也没办法去决定啊 因为他是由业力显现出来的 神通改不了业力啊 是不是 他不是在决定谁加诸第二个第三者的力量 去切进你的业报 不是 佛菩萨不是这样的 佛菩萨的任何介入都只是引发你的善心 他不会做那种介入强介入你的业果 因为他会混乱 他不是 他是在某些地方介入的东西是要介死因缘 当然有些众生不知道互相干涉 像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互相干涉 都以为可以改变谁 可以照顾我们的侄女 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 可以对他消灾 那都是一讲 以为可以介入 其实都是在业力里面去互相招干涉而已 我以为能照顾他 即使真正到最后 福报他要没有 你给他也有些 那我们做很多的布施 乃至我们做很多的超度 其实都是在隐身那一个 另外一个善的缘起 绝对不是有你一个单一力量可以 你任何一个法都无自信 怎么会有一法碰一法的东西 那不过是在众生分别妄想当中 以此法升起善的缘起而已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夜报是这样 你到最后公平的很 我们还要用那句话也可以 它就是如实以你的心显现出来的夜报 都是由你自己在决定你自己的 圣阴生三道 二夜堕泥泥 不是谁啊 讲到这个圆魔王的时候 不是圆魔王在决定你 是你的夜市历 你的巴士田啊 才是真正的 如果你要把圆魔王当作判罪的人 其实真正的判罪的圆魔王是谁 阿拉耶斯 这阿拉耶斯才是圆魔王 那我们真正的在经典的圆魔王 他是法王 他是要帮助你的 他在接应你的 那如果你要讲判罪的话 不是谁 你的地巴士 阿拉耶斯 所以二夜在哪里 你为什么会献出第一道 第一道无自信的 那什么第一道 哪一道 也不是在 你为什么会在第一里面流转好多地 那都跟你的业力在流转 你自己阴言夜报献出来的 你乃至你的主要的业力是献出生道 那出生道当中还有各个道不同 一一道当中众舟众生 但是受报也不同 为什么 那也是你自己仇报出来的 所以我才想这种 大家不懂得这个道理 其实我一直在提到这个观念 就是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到底现在是属于哪一夜道的 我当然是人道 但你千万不要让你的三恶道习 至少不要让你的三恶道习存在 那你应该制造三恶道 还有你应该有解脱道的习心 因 如果你现在发觉就是说 你可以成英雄 你可以成一石之块 你可以造多少业 但你了解业果的话 你必须为你所造的这些东西得到应有的报应 点滴是毫不说 所以因此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忏 忏什么 我们有时候经着一个笼统 我们经常一个笼统 说我要忏悔清净 真正清净我们很难看懂 不过至少你可以知道 我以前有贪 我现在少贪 我以前会造这个业 我不是讲说这个道理 就是从一个什么 我有偷盗 我忏偷盗 我忏我偷盗 我发觉偷盗最很难从根源拔出 因为我有贪 一般正常人不偷盗 但他贪世间 所以那个贪心在就容易有继续偷盗的可能 所以我忏我的贪 我忏我的贪的时候 我发觉不对 光贪不行 对境界执着才会生贪 所以我忏我的妄想心 他会把那个拔出 好 那随你的忏的生前 你会发觉 你有些动物 有些烦恼已经好像不容易生起来了 好 慢慢清净 自己要审查 不要天天颤 你还颤什么 没有一个对峙对象 你会颤到你很清楚 就是说 从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罪性慢慢不见了 就是说 面对境 那种烦恼性 越来越不容易起来了 他会颤到你了 要性 有点感应 有点烦恼跑不出来 或者的话 你刚图这个忏 其实没什么多大意义 忏完 也不是说没意义 挡不了多少烦恼 所以我说 持戒如此 忏悔如此 修订如此 修会如此 都是有在减证的 这个减证不是我们凡乎能看的很细 但至少就你能判断的 从你对佛法的道理里面 你知道 我修这个法事 对峙这个烦恼 以便要成就这些功德 总是有相对的标准吧 那你要看得到 这时候你会发现到 我经过这一段 你可能很长的时间 可能一年两年三年 你发现你的身心烦恼越来越调弱 你不要想说我参这个礼拜我要让自己马上怎么样 我不是想说以前我那时候生团要跟我传法 我们刚出家的时候 还没有 我那个是在家居士的时候那师傅要传法 他传法之前要忏悔 我就参了一天回来说我参完了 结果那些法师说 好厉害哦 你还能参完 我那时候也听不懂 后来才知道说哪参得完呢 原来我就照个时间做一下 又很辛苦了 还流汗对不对 也总算付出代价了吧 也参一点多 就觉得说时间到了 我参完了 论见计仇 完了 那时候傻傻的不知道 以为你参得一天很伟大了 哪有这么晚 你只是行事走过而已啊 你的身心哪真的清净啊 我那时候就这样想 我参完了 大家哦 就很惊讶说你参完了 这个也是这种想法 很有意思啊 所以这里面 因为为什么 你如果不忏的话 你的业力就随他这样一直转嘛 对不对 明言无过慧 黑暗不过知 并不愿迦 大步 不过死 就是说 你的眼睛多亮 你可以是瞎眼睛的智慧人啊 你眼睛看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的眼睛再看清楚 也不过是把事件看得很实在而已啊 你有没有看到真相 你有没有看到诸法的真实相 没有 那你说你清楚 你其实被掩饰所欺骗 这眼睛看得很清楚的人 我们不讲说四字变充吗 他是把事件分析得很清楚 分析到最后结果上 果真如此 那不是就错了 其实分析到最后要说 原来诸法实不可得 这才是我们要的 因为这是真相 结果你分析完来说 果真如此 那不是错了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来讲 对自己的判断 绝对如此 你就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很聪明 没有一点保留 不从缘起的多面看一个事情 经常很强固的从单一面 这样一定这样 一定这样 一定这样 你就知道他换错的机会会很多 那有些人说不一定这样 不一定这样 这个也很糟糕 因为完全是愚痴的 因为都无从判断 别人说我保留保留 不是保留 不是保留就聪明 保留是无知一种 疑 不能决定 活法是怎样 如是因缘 如是法 如是法 做如是定位 但此法不定 无常变化 该如何说 如何说 但我知道此法是相应而受 这才对 或者的话 肯定也不是 不肯定也不是 好 黑暗无过痴 之间黑暗 最怕的就是愚痴 那并不越愿痴 愿痴才是最让我们 让我们损失迫害的愿痴 那大不无过时 时是最后最可怕的恐怖 为什么 你所有的小恐怖 总是还有保留 时是什么 夺一切 时夺掉一切 一切都不保留 所以从这里来讲说 应该要知道过时在哪里 愿痴在哪里 我们如何在造这个业报 形成这个果报 我们应该如何舍离 不要愚痴 然后也必须要正视于这个死亡 那你必须要以智慧来面对这些 有生皆必死 有生皆必死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这样说 如果要逃避生死 应该知无生死 这个中论里面就在谈说 观察这个生死 所以到最后是先生后死 死啊后生 请问 是先生还是先死 先生还是先死 我们来讲 没生怎么会死 没生怎么会死 对不对 对没说 问题 没死怎么会生 所以死就是说 不是那个东西死 是应该先无后才有 如果已经有就不叫生了 有就有了 你要知道 一个生的意思是什么概念 知道吗 我们现在不要谈具体的生 当我们要谈一个生的时候 一定是前来 之前没有 这生的意义才会生 对不对 一定要之前没有 如果之前有的话 就不叫生 叫住 你看哦 我博士长讲说 你们这个上课的人 来啦 带回去 请问 我来上课 我在这里 你会跟他讲说 你来啦 你哪时候回去 我住这里还回去 对我来讲 我因为住这里 所以我没有来跟去 对一个不住这里 才有说来了 去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来跟去 必须要一个相对的 没有一个 不是有一个实际的来跟去 而是一个意义 你要成就来 一定背后有得去 对不对 而且一定是不是住 好 我今天讲说 有跟无跟生 一定是怎么样 你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 有一个基础 就是说 有 从无到有 从生灭好了 你要生的话 一定是怎么样 之前不存在 才有那个生的概念跑出来 如果这个概念本来就已经有了 你不会讲生 你知道吧 它就已经有了 有了不叫生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要讲生的时候 是之前一定要没有 没有以后 才会有这个生的概念 那如果它已经有了 它存在 你不会讲生 你不会用生概念来描述它 你会用别的语词 别的意义 但你不会讲生 你要讲到这个东西 生了一定是之前没有 对不对 所以就这个法 生的概念 要产生意义的时候 必须要先有灭 就是无 先有无 才要后而有 所以就概念上来讲 必须要是怎么样 是先灭后有生 你们这个要细听才能懂 我不是讲说 世间法是父母生小孩 在概念上是 没小孩还不叫父母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举那个例子 有些有那个 爸爸在跟小孩子讲说 你要听我的话 小孩子说 为什么 我是爸爸 他说 这样哦 我爸爸就是要听你的 他说 要没有儿子 你还叫爸爸吗 所以 你爸爸生我 但没有我儿子 你还无法叫爸爸 你的爸爸 还要靠我这个儿子 给你成就出来的 或者你不能 你还没生 你没有生小孩的时候 你不会称自己是爸爸 你还真的需要 我这个孩子出来 你才叫爸爸 所以你能成为爸爸这个位置 还要感谢我的儿子哦 所以既然你是受我 得我的批印才叫爸爸 你应该听我的 这个爸爸就 哎呦 哎呦 有道理哦 所以千万不要生到太聪明的孩子 生到这个就 到底谁听谁 以为儿子喊话 一叫奉行 这样 可是在逻辑上 他就是这样 在英明上 在众论里面讲 你说由因生果 是众生之作 有一个食因生果 可是果之为果 因之为因 必须要有果才这样叫因 对不对 我们讲 讲泥土 我们讲泥土会不会讲 我们讲泥土而已啊 可是 不 就是陶土 陶土只是陶土 那陶土是什么因 不知道 等陶土把瓶子做好了时候 这时候陶土才有一个名称 叫做瓶子的因 在果还没生的时候 陶土只叫陶土 不能叫做瓶子的因 瓶子的因必须先果出来以后 瓶子在里 此生必生 相依而生 都无自信 所以我们讲说生死 我们执着生 执着死 以为是生 然后死 这是众生在分别当中 执着有生 之有死 其实你要知道 当你执着生的时候 你背后已经有死来支撑你生了 所以中文讲说是生然后灭呢 还是灭然后生 是生然后死呢 还是死然后生 弄到最后 原来生死是众生妄想比较出来的 有没有 真生真死 没有 所以这个观念会产生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好可怕 我要死了 你不应该高兴说我快生了 不是吗 我快生了 不是我快死了 我是今生快死了 但我极乐世界快生了 到底要高兴哪一边 或者伤心哪一边 照理讲你应该说 我要出狱了 我那个狱中生活即将停了 所以我要出狱了 我要过一个自由日子了 所以我应该怎么样 高兴啊 但我现在看到人家往生的 都还没很高兴啊 不清楚 你如果喜欢生 其实你就应该喜欢死 那不死怎么生 现在能让你死 就是让你生 你有什么好不合适的 众生就是不清楚 是不是 就眼前的 所以你看 叶子走眼前的生 结果脏毙的 生进土的生 不是吗 不是吗 所以很少人的能真正很清楚这个道理啊 所以应该有一种集心向往生的心 那所以今生的话 即便再怎么苦 忍过去让他随意结束 然后我亲我的身 好 亲我的身 所以为什么那个 我们那个法师 看到有个人 在其他课我们来讲说 他临终往生 这个因为具体很明显 所以家人就不知道怎么哭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死的感觉 他死是这个时候 可是他又觉得他是生 所以他就不会有死的挂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会觉得失去了 结果林华姐 他不是失去 他是更好 那你就不会有那么恐怖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来到他们家里 就跟他哭啊 结果都是那个商家在跟他劝啊 不要伤心啊 后来出去他们就 不对啊 是他们家死人 又是我们家死人 为什么都是他们劝我们不要伤心 倒过来 结果商家都没有 没有人在哀伤 都是来的人在哭 后来在劝他 后来每次出去说 不对啊 是应该我们去劝他们不要伤心啊 怎么都是他们在劝我们不要伤心啊 是赢到夕阳不是滚到夕阳 因为他看到的是瑞相啊 看到瑞相 所以他觉得没死啊 只是往生而已啊 就是这样 好 所以造罪苦怯生啊 这个整个罪就在跟着你身上 一直走一直走 跑也跑不掉 就是有生必死 死了之后 有没有真的死 你要说死了就算了那还好 死了就算了那夜暴不去停了吗 不是啊 死了就生 生了就死 死了就生 没了 他就说呢 造罪苦怯生 你要是说生而后死 那我造罪就不要管他不用负责任 因为没有沦迴嘛 偏偏不是呢 死了还不算呢 死了还要带着夜宝来 所以我们众生处在一个很矛盾啊 包括我们学伙 尤其学伙我的千万不要还很清楚 你如果知道会轮回 你根本不用怕死 你如果知道会轮回 那你不用怕死 那有的人死的时候 死了以后怎么样 你如果执着这个生死会怎么样 那你应该往善业走 你如果接着死了就死了 就是说我们众生对死会恐怖 接着死了以后就没有 那你如果接着死了就没有 你也不用怕恶报 为什么什么就没了 所以当勤策三叶横修于福祉 这就当然我讲过这个里面 只是点出一个总则 那最主要这个经典是来谈无常现象 那由这无常的体会 策发你怎么样 中间有几个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当勤策三叶横修于福祉 有你在决定 那你这个福祉修得好 你的来生有把握 再过来你更好 福祉修得更彻底 不但有好来生 而且超越城市 所以我们现在修福祉是怎么修吧 我们就不叫冷天了 我们既不坏 所以就叫六度 六度是什么 六度就是福祉 但他不是冷天 但虽然不是冷天 却可以感应来生 而且比一般纯粹修世间上的还更大 为什么世间上是有肉 那我们如果是以出世间的解脱 福祉修来做的时候 他还是会感应什么 增上身 增上身就是怎么样 你就在社大圣伦讲 做很多事 一个圆满 而且容易有大成就 大功德 为什么 那是因为当初你之前修六度 所以六度 他的果报会具体现现成为人天 善道里面的重大果报 而且比你纯粹用人天心修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修六度 讲心狭隘点 你的报应都比纯粹人天还大 如果你还有点贪 就算你贪 你为了得未来生 你也应该化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相应的六度 所得真上身 我们讲说容易从重中的领导 因为是菩萨发心 他的诸多事业不容易障碍 容易圆满 为什么 因为那是用菩提心 想成就于世间善法 所以很多善法总会 菩提道的福报 菩提的善业 福报都很大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才会讲说 像我们在修行 其实我们在座每个人 就一般人来讲 虽然我们多多少少 每个人业报也不一样 有点参差 可是你要知道 相对其他众生 你是福报很大 我希望大家能真的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你看我们现在转头一看 我们周边都是山 你看 就眼前看的 只有街道 小那个村庄 有几个地方有人住 也不过是几千人 万人 可是你现在转头一看 无尽众生 你当人 修福 而且刹那之间 念念之间 为未来又重广大福 这是福修福 福感应福 机会难得 所以我也要强调到现在的大多数的众生 连你 连起的善念 以便于为自己未来征服的机会 都比你不如啊 你福报很大 但如果以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福报还是不够 以菩萨道 更广大的福报 我们还不够 这个不够你要看到 这个不够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缺的 其实你不用火定自己 因为你比其他众生是多很多 福报很大 但以成就菩萨道圆满来讲 你会发现你还不够 一个小蚂蚁跟你来讲 你看你修多少福报 你的高大生 这个高大生可以做很多的福报事 蚂蚁不行 所以光这一点来讲 你过去修了众多六度星 成就这一个继续修行的因缘 这个蚂蚁没办法 寿命很短 一下就被吃掉 一下就被踩了 但如果以我们自身来讲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六度上 我们的不圆满足 我们还有病 我们还有这些不圆满 有 要讲这个有 但千万不要忽略 你其实是修很久 修很久才有这种 本钱怎么样本钱 只要你愿意修 你会快速累积你的福德智慧 有的人就说 好不容易修到这个因缘 结果竟然又不想用功 偶尔修点福报 比起众生都是大福 但也浪费掉了 能当人比天人还殊胜 每一行都求你你的眼固胸 就所有的优点 所有福报等于是跳在你身上 你千不要为眼前的小过失 小不圆满再过来 所以有机会我们站上水塔去看 转个头 阿弥陀我好感恩哦 怎么会在这里 就这样 你就不要为这个小不圆满而挂 因为你看 处在这里 只要我今天一生愿意 我现在身体也健康 阿弥陀又被你赚到了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 长头看了所有众生都没办法念在一起 好 再赚多赚一起 阿弥陀又赚到了 他没有 你看 你如果这样用这种 他脚拼你的心 你就会一直念 因为机会难得 那我们这个福报 我们这个业力也是从过去里面来的 所以你会有不圆满的地方 那你就必须要着作大方向 珍惜你既有的福报 赶快精勤修学 千万不要为了小不圆满 因为你比其他众生 其实你不要再跟人家计较了 我不是讲吗 我们自己已经福报大到哪里 大到哪里出去就跟人家满宴 我们的冷气好冷啊 你们就是害我必要穿多点衣服 你千万不要去跟印度人讲这种话 他们都已经经常种树晒死了 你跟他们讲说 我们那边很讨厌 冷气才能 你不要把你的福报当地上好不好 别人连有都没有啊 不要一直给我营养食品嘛 你讲什么 别人没有 没有 你有 感恩再感恩 我们现在已经养 有时候养尊主要 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赶快吃 像我们现在糖果 我不是想跟小孩子讲 你要不要吃巧克力 不要 我一听到 小时候的巧克力 哪有巧克力啊 早就抢去了 而且放在口袋 等它溶掉 它怎么不见了 因为不敢吃 忍 不忍地吃它 结果都反而溶掉了 那这溶掉还要 裤子脱起来 把那个口袋换出来 还把它洗干了 太可惜了啊 对不对 那就这样洗掉 多可惜啊 这下次哪有 哪有再下一块的 对不对 现在不是 嗯 不要 不要呢 它整个有福报讲 不要 我还记得以前 我们那吃橡胶啊 橡胶一捏 就会跑出三半 对不对 你们现在小孩子 不懂的 这些 我们以前会 把橡胶一压 就跑出三半 每天吃一半 你看 虽然脏脏地捏了 那些手 不过还好 这样比较公平啊 不然你 你横切大小不一样 你又分三半啊 很公平啊 小时候就计较这些 现在不要 都很难想象了 所以有时候想想 大家转个善念 转个沉浸一下 想一下自己的莫大福报 争取时间 因为你下次 有没有这个时间 再修这个 有没有这个福报 会当人 及众多善法 合合在你的身上 这是广大 过去广大修行 可乐果报 不要浪费了他 见属皆舍去 才或认他将 但持至上根 显到充粮食 有没有意思 有啊 你累积到最后 还好 你最好不要众生生刚好眼睁睁看你的财产被那个你讨厌的人拿去 那这真的是 这一生最爱的竟然把它分给这些人 分给那个我最恨的 我最讨厌的 然后有时候就说我守护的我给你 没关系这是我自己的家人 他拿去赌博 那这个你看多恨啊 所以 到最后我看该拿走就拿走 到最后唯一能带着走的 但持至上根 所以我想说趁早累积质量 不但是有形的这种福报 有违的福报 还有那种无违的那种智慧 跟那个智慧什么叫 因为我想所有福报还是来自智慧 你非常笃定的 所以这也是你看 大家稍微冷静一下 我们用一个很平时的想法 就是说我今生难得有机会处理 其实有 以我们要修说 戒定会修到解脱 也不是不行 基本上老实讲 我到现在都还开放空间了 为什么 只要我愿意愿意用功 只要我如法修行 会不会证我 我知道很难 但我不障碍 为什么 我不做不必要的 狂妄认为自己不行 你知道 你有没有听懂我这句话 我不会狂妄的认为我行 但我也不会狂妄认为我不行 因为我不知道 我就是依法修 好 我在依法修的时候 还有一个法门是被我 让我依靠的 是吧 往生 我今生不能正果 假如我能往生的话 我就跟正果有缘 而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成活之路 竟然今生让我碰到 结果丢掉 所以我在讲说 有的人讲说 我们尽量修 看你不要挤肉下瓶下身 我现在是用两个态度 我先下瓶下身捞到 然后尽量往上面找保 我至少一定要先捞到 就是无论如何要神 乃至有人说 那边地呢 能上先说 就是说 我啊 这个车子火车先动了 赶快先上 位置呢 位置你再慢慢从车里面跑 对不对 如果你在第一车厢 结果那个停车的位置 第十车厢 你不要在外面跑到第一车厢 你先上辞车厢 在里面走到第一车厢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是做这种事吗 先上嘛 你总不能在外面 火车跑得很快 你在外面跑 你要是跑不上怎么办 第一个车票也买了 就又没上车 多可惜 白跑得又很喘 不是 就在眼前的上车 然后等火车开 也不用急 慢慢在车厢里面 慢慢一箱一箱走过去嘛 现在我的想法就是 能往能快就快 那至少先上 因为这是 因为我珍惜这个解脱因言 珍惜这个解脱因言 好 那当然这里面这也讲说 死的时候什么见赎皆舍去 所以我有时候我最近也在想 假如我现在走 有哪些人 哪些事 哪些物 我放不下 我都用一个很现实在讲 哪些人 事物 事物我不容易放的 那假如他突然现前在我身上 周边里面起很大的一种境界出来 我能不能坚持放下 就是这样 所以我常说准备好就是这个意思 假如现在这个 以非常不可爱尽现前 不可义 不可念的这种境 老病死相 现前 那对这样人 事物 我会不会放得下 要这样 好 好 这个 显到冲凉死 这个我们不是讲说 书是皆分灭 行路显成中 先来这里讲 但持至善根 显到冲凉死 唯有你的善根会让你走这一条 这种幽敏之路 不是幽敏之路 也不是鬼 就是说 你在这个神事不清的时候 有一个正念 有一个善念的习性 带着你从此生度到彼身 只有善根 其他都不行 所以我常讲说 我们不是有几种功德法材 那里面包括文啊 包括戒啊 包括什么啊 这些 好 那你要看 我这种几个功德法材里面 我现在还缺什么 累积财务啊 好 我这个还可以啊 有点在做 而且发起好像比较笃定 这个比较不行 这种财啊 不够 所以以后在这里还要多努力 做各种投资 这里也有点回馈了 这个还在亏 所以你要赶快 积极累积你的财务 这种功德法材 所以我这样讲说 我们应该有一种 路的佛门 有另外一个财富观 这个财富观啊 是什么财富观 我具足哪些功德 哪些不具足 我应该往这边财富里面去慢慢累积 还是一句话 具体规划的 不是到底懂 完了以后 就像我在讲菩萨界一样 菩萨界懂了以后 把它念之在之 我要守这条 我要奉行这条 现在我有哪些 我有我的财富观 我哪里还缺 我这个资金还不够 我要往这里累积 那我平常尽量往这里去实践 都是具体规划的 不是听完 然后就随日子再过 不是 具体做 以为生善令生 令生就是积极的哦 是积极的 是不是 一如路旁树 暂时挥久停 车马及妻儿 不久皆如是 路旁树 你不能停 一下就过了 就像客栈 住住可以了 但你还是要 再出发 再启程 还是要走 车马及妻儿 这些都是这样 不久多如是 他的那个不久 跟我们现在一样 跟这个路旁树一样 你不要想要停留他 所以有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正念力 正视为例 假如你周边有很多人 其实你有时候要记一下 过去不知道什么因缘 所以来到我家 那未来不要去哪里 但他们就跟我这一段因缘 好 我就随眼成就他 你说他是很亲 其实就是不同的人 我今生会经历很多 过去幼缘的人 他曾经是我父母 现在变我窝子 那也是因为业力 加上我无知 所以这种业力 就在这里 我眼前流转 所以我在看他小孩子在玩 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父母 我们看小一个在地上爬 我们可以想象 比如说你想象 这个人啊 他原来就是我上辈子的婆婆啦 他现在变我儿子喔 玩得很高兴 之前我录定观察 以前上辈子当婆婆的那个年好老喔 而且还有怎么样 现在好年轻喔 你有看到一个老者在玩游戏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不会用小孩子在玩游戏 好可爱 你会看到一个老者 那他大了 那他就打死他了 那么老 所以你那个可爱就是说 纵身余知而已 颠倒 他完了 他因为他现在就是小孩子心理 可是你会知道前世 他在上辈子就是 是不是你会想说 假设了孔子 哇孔子好庄严啊 好多弟子 结果下一辈子在地上爬 孔子在地上爬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转换了就不知道了 那当你用这个影像 哎呦好庄严 那我就爬下来 人可起荒谬 但其实他慢慢长大 那现在变我我的儿子 那其实不过就是之前的身份 所以我就 众生就是这样来来往往 就是这个因缘 好吧 我就立意他 他叫你爸爸的时候 你说哎呦好怪喔 可是你心里讲说 那是我舅舅吗 哎呦 甚至我爸爸 所以你说哎呀好乖啊 你好好读书喔 可是你都用三世眼光 在看他的 手伸出来不乖 可是你也知道 打到你爸爸 你用这种智慧在看的时候 你会想想 谁远神救他 但那一份 以之前那种疼爱之心 那种懒着之心 你会用一种 比较智慧的眼光 在看 你看到你的小孩子 你不要接着说 哎呀我这个老爸老妈 好幸福喔 这小孩子好乖喔 都那么可爱 觉得有一种 一窝在你旁边的那种喜乐 你这样继续懒着 你就很难割舍 你会看到说 哎呀过去业力 种种身份不同 变在这里 随言了就业吧 希望他们也能在今生啊 有所觉悟 不要再沦为 所以呢保持一种 你也看他玩 也说跟他玩 可是多了一个佛法 在业果上的一个观察 看了他 就这样 这种绝招 这种活地只在这种观察 夜报的这种多了一个智慧在观察 或者的话你一直难以割舍 一直投入 一直付出那种爱着 你到最后你发觉 这种养成出来的习性啊 爱着养成的爱取有啊 很难割舍啊 很不容易啊 好 就是这样 好 不然我们早上就先到此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